新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 让大家把中等装修放在装潢清单的第一名 今天的三个设计师 带您看看既符合硬客需求 又能兼具大收纳开阔饰演的中等设计 把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厨房配置 让你一次看个够 俗话说 每一次的合作都是一个缘分的开始 有第二次合作机会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跟信任 今天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的屋主 有了三次这样子的缘分 其实三次的缘分历经了十多年的时间 一个人的一生在这里面有多少的转变 家庭成员的增加跟变化 还有一些人生的历练 对于人生的品味一定都不一样 有三次这样的缘分 已经不只是一个设计师 跟一个屋主的关系了 其实你是一个老朋友 对彼此的一种信任跟了解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吧 第一次在装潢第一个新房子的时候 年纪也比较轻 然后就比较喜欢简洁 然后比较轻轻的风格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选择 就是会比较偏向北欧 随着因为我们有小孩 开始渐渐就是会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就发现收纳空间其实是不够的 真正的一个居家生活是不可能太简单的 就是我们会需要一些收纳柜的部分 然后原本家里就是我们的厨房比较小 应该算是我们要换这个房子最大的因素 就是我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厨房 中岛的设计这是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会常常聚的一个空间 整个房子的设计就是从中岛这边开始发向出来的 所以这边等于说是他们房子的重点设计 因为屋主他有蛮多一些金毛友会常来家里聚会 对所以他们蛮重视这个中岛的功能 如果说他们会自己下厨去厨宾客在客厅这边活动 他们希望在烹饪的时候又跟客人有一些互动 中岛的设计它的尺度啊 还有它的一个设计感 都是从这个点开始发展出来 能够实现这个东西其实是老婆快乐 我就轻松了 其实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每天的心情 的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 我想有这样子的社交的空间 我觉得跟朋友跟家人的一个互动 我觉得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不一样 对 我们希望说在设计上面带一些华丽感 对所以我们把大理石的一些元素 把它带进来到这个中岛的一个立面 对那我们学用了大片的 这种薄片的食材来做装饰 颜色上面我们希望说尽量到时候 可以跟其他的设计感融入进来 所以颜色选用黑白色的设计 点缀这个上方的这个吊架的酒架 做一些近色雾面的搭配 光是有了它好像就有一个主题性的感觉了 大家的集中力就会在那里了 所以也就是屋主想要的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朋友 很容易凝聚的一个地方 像这样的一个空间 它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准备点心啊东西给朋友吃的同时 其实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活动这样 你不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很可怜 就是关在厨房里面 你是会觉得大家是一起参与一个活动这样 所以我蛮喜欢这种开放式的空间 因为跟屋主也认识十几年了 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经历过它每个人生的阶段 彼此陪伴彼此的一个事业 然后人生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不管是说从设计啊 然后到选拆 然后到施工 其实我们都蛮享受这样的一个一整个过程 希望说他们往后 甚至是下一代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住家 每个空间每个角落我觉得都可以让他们充满一个生活情调 每个时间都可以进行的享受这边的生活 开控的空间配置可以增加父母与孩子间的情感交流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款的中导设计 把老屋翻新成掳获爸妈和孩子们的用餐空间 在老屋设计方面 首先老屋的缺点通常来自于说 它的设计的那个年限是比较久的 所以跟现在人的生活往往不合 所以老屋的缺点就是格局会比较乱 当然在工程面上面容易漏水啊 整个通风不好 这都是工程可以解决的 但我们比较在意就是 如何从生活出发以讲究的方式来解决整个问题 这间的房子大概三十几年的老屋 那一开始的问题 比较大的问题是它的整个空间比较低矮 这原本的楼高我记得250几 然后它的梁的部分是215左右 那屋土的身高是180 所以本身来说 这个屋高对屋主来说是压迫的 所以在设计上的手法 必须利用一些层次感 远中近近去让整个空间感看起来拉大 而去弱化这一个比较低矮楼层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整个公共区域的一个设计上 我们的梁柱分界上来说 是把房间切放完之外 这一个梁我们就是用天药板的形式 把它做一个比较轻柔化的包覆 四周我们都有做一些圆角 那整个包覆起来是比较轻柔的感觉 只包覆必要之管线 两个屋主都喜欢在厨房里面下厨 所以我希望在设计的时候 是让他们在下厨的时候 自然的 然后他们的视线就可以看到 整个外面的风景 所以我们就决定 让公共区域大一点 然后他们的视线也是可以处于 一个非常开阔的状态 当初的房子是整个是毛坯 厨房一开始位置也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因为现在人的生活习惯 喜欢以开放式的一个方式来做呈现 然后他也希望吃在整个空间的中心点 加上屋主们都喜欢 长时间在厨房里面下厨 然后也希望厨房跟外面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这一个地方 他们可以在下厨的时候自然的看到外面 整个收纳的部分 我们尽量减少上柜的设计 让空间通通感呈现一个 比较舒畅的一个状态 那主人在这边使用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公共区域的 其他的不管是小孩 或是家人或是客人 他们的互动就会非常的直接 所以我们就把安排在这个位置 开阔的厨房空间 让人忽视原先的大梁 再强化抽拨设备 提升铺热环境 退休生活的装修 不仅需求明确 更需要强化厨房的精能面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三款的中导设计 打造出自在舒适的居家氛围 这个房子是一个新层屋 虽然是新层屋 其实在格局上 还是有它的一些可以调整 更符合屋主使用的状态 我们屋主是一对将近退休的 夫妻他们也希望说 可以有一个退休的主宅 可以去做使用 屋主有说过 他们比较喜欢古典的 比较典雅的东西 现在已经跌离退休的状态的时候 他们希望说 所有的东西可以再轻松一点 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从中间去取得一个平衡 其实一开始屋主有强烈的提出来一个需求 就是说他很希望说有一个茶水空间 或者是一个中导的空间 所以我们把餐柜 然后中导 然后跟餐桌去做了一个试图的调配跟结合 那背后就是我们的备品柜 餐柜 然后加展示的空间 中导这一颗石头是配合我们前面那一块电视墙的大理石 去做一个呼应 然后用法国边去做修饰去滚边 那餐桌的话 去把它做一个圆弧形的造型起来 下面的桌角的本身 也做了比较特殊的造型 它有石木的线条去搭配圆弧 去做成一条一条这样子 稍微有点摆着波朗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镀态的金属 就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搭配 中导的机能其实还蛮强大的 我们增设了一个水槽 然后它还有一个抽屉式的烘碗机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抽屉 那杯餐区的话 两侧的高柜其实是折门式的可以打开来 里面有非常大的收纳空间 那中间的展示区的话 其实包含上面的展示柜 然后中间我们去用马赛克砖 在光影的状态之下 它可以呈现不同的光跟影子的效果 整体起来会非常的细致 然后带有精致感 当初在设定装导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正上方有一支非常大的结构梁 所以我们去用镀态板去做一个修饰 然后配合我们线板的造型去做延伸 那中导的左侧会看到屋主精心去挑选的壁灯 在厨房原始的格局 它其实是跟旁边的客鱼是相应的 我们把进出口的动线去做了调整 也稍微吃了一点点原本客鱼的空间 左侧变成是我们的冰箱加电器柜 那右侧的话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摸字型的厨房 它的工作台面相对丰富的多 然后收纳空间也相对完整的多 这个房子它是属于我们人生的第四个阶段 退休宅的部分 它们可以重新去调整生活上的形式跟步调 其实在我的想法里面 风格是人生经验的垂炼 那从这样子去转化过来的风格 它反而是一个更有力量的更长久的 更能够去发挥自我的呈现 让屋子跟人之间可以产生一个互动一个对话 它等于是忠实地呈现了屋主本身的自我